这个两岁大的宝宝可以准确地读出英文单词 数字能数到一百 不管如此 他还精通汉字 甚至还让母亲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 节目组不相信他认识汉字 拿出了一张卡片考他 母亲看到以后很紧张 因为他都不知道这念什么 而宝宝随口就说了出来 工作人员又换了一个更男的 没想到宝宝想都没想就说出了正确答案 接下来的更是一个都没错 当母亲被问到怎么培养孩子的时候 他却说自己并没有强制要求他必须学会什么 只是让他在做喜欢的事 原来宝宝因为发育迟患 他刚出生的时候只有两公斤 因此女人并没有太多奢求 他唯一希望的就是宝宝身体健康 但现在看来宝宝不光健康 而且智商还非常高 只要告诉过一遍的英文 他就会牢牢记住 街上遇到了外国小朋友 还用英文跟他们打招呼 路过的黑人大姐都震惊了 他不敢相信眼前的宝宝竟然只有两岁 现在女人每天都会教他一些新知识 但也不会要求他全部记住 毕竟他还是个两岁的宝宝 我是小五 每天三个奇闻一事等你来看